一次远行 不惧风雨载土 纵横无洲四海 一项使命 打造大国重器 构筑世界梦想 七十年 风雨跌倒 二十四载 凤凰灭盘 一个日盈月的徐宫 正以创造的速度 奔向千元国际化世界企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 产业极定徐宫集团 以国内最前沿的管理理念 最高端的专业化产品技术 和最新进的 现代化生产体系 在工程机械行业内 积聚优势及特色 一月成为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 规模最大 产品品尝与系列最齐全 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大型企业集团 在风云变换 群雄逐鹿的国际工程机械市场 竞争中 徐宫加快推进 变革创新 更加注重企业的运营质量和效益 更加注重体系运行的效率和务实 更加注重产品的新进性和可靠性 顶力朝头 逆势突围 业绩不断攀升 2012年 成为行业首家突破千亿元规模的企业 连续24年保持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排头兵问质 书写了 很严发展的传奇 金工翠链 品质巅峰 这里绘制了国际最前沿的工艺技术 和最顶尖的工艺装备 高度节约化 柔性化 智能化 全数字化精益制造手段 确保实现产品的高品质和高可靠性 技术产业升级 徐工启重机械事业部 产运机械事业部 混凝土机械事业部 道路机械事业部 挖掘机械事业部 五大事业部 应运而生 在国内 盛海 南京 重庆 武汉 乌鲁木齐 沈阳 千安等基地 相继落成 在海外 德国 荷兰 波兰 巴西 印度 徐工制造基地 布局全球 徐工完成对全球混凝土机械领先者 施伟因公司的收购 强庭联合 巨事合力 一颗成炮设备的世界级品牌 强势崛起 彰显了中国工程机械领跑者的 昂然姿态 坚听起 一个民族企业的企梁 这是一个充满竞争 追求创新的世界 谁有了创新的人才 有了最新进的技术 谁才是未来市场 真正的主宰 目前 徐工拥有一支 六千多人的强大研发队伍 围敌了一百多名 国内最高端工程机械领军型技术人才 有一百多位 德 美 日等工程机械专家 在全球各地 服务于徐工创新工作 徐工先后设立了 瑞士工作站 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以托千人计划专家资源 成立了先进技术研究院 投资十亿元 建立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和专业实验室 徐工被国家发改委 科技部 授予国家技术中心成就家 拥引国家首批 京苏省首个国家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 徐工构建了极具创新活力 和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研发平台 专业的研发团队 领先的创新平台 使徐工产品 从整机到每一个微小部件 都有着强大的技术保障 随着一个个关键 与核心技术的供货和掌握 徐工高端制造 牢牢占据了行业制高点 三高一大 硕果雷雷 创新科技 铸就大国重企 继续